歡迎收看 好好先生可以按面打劫囉 我就跟他花了三萬多買一個V8 他就說他要拍 跑完之後要準備要看的時候 他按照拍照 天哪 對 那個重要時刻 那天其實我一直自走 我們家養了那隻狗 用那種很不屑的眼神也看著我 我看到牠的OS就說 你為什麼沒錄 怎麼氣叫起來了 那個VIPA 給我拿在我手上 我就說 我就是沒有錄到 你們想怎麼樣嘛 過年的時候 亞亞到我們家 來鄉台聖灣 後來打開電視 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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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特兒 稍微有點親近 碰到一點點 不行 因為他一直在那邊念 你說你這樣很開心是不是 然後我越講越火大 我說 你講那個什麼意思嘛 對 然後亞亞就哭了嘛 然後詹老師還說 亞亞不要哭… 讓我不要看這個題目 都會轉台 Oh no 又是我 又是 傳到後來海苔 都吃進給你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妳知道嗎 很多時候 我出去吃飯或是朋友圈介紹 都會說 我跟你說 我介紹一個男生 他很Nice喔 很Nice 他脾氣很好喔 就是好好先生嘛 對 女生通常都會很心動 覺得脾氣好的男生 現在很少了 就想認識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往往認識之後 後面整個風圓變色 會不會他目前幕後 台前台下 他是不一樣的 對 好好先生真的就是好好先生 自己現在發脾氣的這樣 我不太相信 這邊…這個就是好好先生嘛 是 對不對 確定的四位好好先生 應該也只有四位 比較可怕吧 對 坐過幕後的玉琳哥 我就算在幕後也是好好先生 真的假的啦 而且各位了解 我從來沒有動怒過 你碰過最愛動怒的幕後是 偉忠哥 對啊 綜藝坦克耶 對不對 直接碰過對不對 你當然不會鬥哥對不對 對啊 他現在不會啦 呱呱 對啊 所以很多人是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看起來很好的 會不會到有一天 你們不生氣則已 突然間爆發會不會 有可能對不對 你們講的都不準啦 對不對 我們找到四位專門來吐槽的 聖人都已經來到現場了 今天是冒了 可能會絕交的危險來揭發他 真的假的 原來他還欠我一點錢 真的那麼快斷 今天四位就要直接來講 這些好好先生 他們其實有些有黑暗面的 而且第一組我覺得真的是很殘忍 直接就是夫妻黨來著 可以皓然解答 一般就是朋友來 朋友講的我們還停不在下子 那夫妻 拜託 等一下 他要一起回家 對不對 我應該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看過他發脾氣的人 真的 我以為是唯一看過他的毛 這也是 不要這樣嘛 有時候我會跟他講說 你這樣對我很不公平 因為我是陪你到老的人 可是他就會跟我說 因為全世界 我只能在你面前做我自己 怎麼那麼快 我大概看過他最兇最惡狠 和狠的一次 怎麼樣 然後你… 你也要講嗎 看過他那種 對啦… 不公平 壞壞 討厭壞 那就是他最兇狠的一次 平平生氣囉 平平 來… 但是王中平一二他有沒有 好好先生的黑暗面 什麼叫黑暗面 就是不為人知的一面 對不對 看起來好好先生 其實第一名也就是第一點 來… 好 第一個 絕不能質疑他的投資眼光 美題必發火 好…來… 浩然姐… 因為他從我們結婚 他就開始陸續買一些 木頭的家具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老公為什麼要買這些 他說 感覺會最後改裝起來 太好燙了 改裝滿大的 他說你們女人就只會看眼前 要看後面 前人種樹 後人乘良 這些木頭過了十年 二十年 你兒子成年 你兒子成年之後 他的價值就不是這樣 還要等 這一等就二十年了 真的等了 真的等了 我兒子今年邁入21歲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說為什麼你還沒有聽到 你有要拿去增值拿去賣 樹還是木頭 椅子啊 木頭啊 很多家具 然後他就通通用那個車子 一卡車暈到南部去放 我說增值了嗎 他說有…增值 我說那增值就可以賣啦 對 趕快變賣掉 不能講 賣啦 這兩個字 他很介意 開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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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說不要 賣啦也可以打 他就會譬如說你前面跟他講 他的消息他轉過來就說 我的東西你需要這樣嗎 我就說他會增值 我什麼時候要賣 那是我自己決定 怎麼可能 他說你的那麼多東西 你買的包包買的鞋子 我有叫你賣嗎 其實夫妻的價值觀 會有一點不一樣 比如說有時候他買包包 我說你這個包包一個 兩個 三個夠杯了吧 夠了… 他說這個買了之後會增值 會增值 你聽到你喊啦 對 還是 對 然後呢 討論了幾百 幾百 增值 鱷魚皮 拜託你 我那時候有買一些那個 就明清的家具 明清的那種 當然是軟木的啦 我跟他講說這種家具 它已經存在一百多年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家裡 不知道付多少在上面 價值 價值 對… 就是說那個 人家從清朝放到現在 我們使用了之後 再放個兩百年都還存在 你覺得想要換掉的時候 你現在是跟我們解釋 口氣 口吻很好 對 在家裡也是常常跟你講話嗎 在家他沒有 他口氣很不好 真的假的 而且你覺得 整個人跳起來 他就會提我的包包那些 我就跟他說包包我會背啊 鞋子我會穿都不一樣 對 他就會說不要講… 不要講這個問題 因為我講話講輸他 然後他會講出很多理由 我講輸他嘛 所以我跟他講說 這件事情 你不要再跟我討論了好不好 他就用強硬的語氣 就是 他通常跟我講這句話說 他講話都不會結巴喔 平常會結巴 生氣罵人的時候好流利喔 好可怕耶 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有時候演戲 演吵架的戲 我都沒有這麼流利 可是很奇怪 在跟他有時候在情緒一上來 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 這樣子 這就是黑暗面嘛 這心裡面太在乎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對 就什麼話都忽然間就通了 你怎麼投資到木頭去呢 對啊 我本來也跟他講說 我們那個床旁邊 弄一個像羅漢床的那種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家裡的擺設 他規定這樣子的 對啊 所以我只能喝什麼 是啊 有一些古老的東西 我會害怕 我就有三張了 你害人的炫耀 不是 這種老床我告訴你好不好 你越敲越打越舊 我有加平羅漢床 我有拿出來 羅漢床 我們有同好 對啊 但是這個前人不 現在的人不曾見到古代的月亮 但是古月曾經照金人 曾經照古人 古人 對不對 所以在那張羅漢床上面 不知道躺了多少 對 對不對 對 有時候他買一些東西 我進到房間我會心跳加快 真的 真的有感覺 會覺得不舒服 對啊 你看 至少有時候還有哭聲 沒有 拿出 漂亮 兒子還欺負喔 開始了 內心的工庇哥 這個不能賺錢 換投資 會啦 那個我買的時候很便宜 我跟你講 現在我 現在真的一對 你現在講出來就沒有人要買了 一對… 一對喔 真的 現在就是五萬塊 我看都很難買得到 我買的時候 五萬塊什麼幣 他以前是買四萬八 經過二十年就賣我 大概獎兩千塊 貨貨膨脹都湊過 你買的時候多少錢 我買的時候差不多兩萬塊左右而已 放了十幾年才漲了三萬 真的 對啊 還更多了耶 好啦 沒關係啦 就不要這個已經 都買了就再得 可能是地固改也改不掉 只要沒有堆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就算 你看詹老師要不要再買一個羅漢蟲 詹老師 床賣你三百個奧送你 可以 改天我們私下聊一下 對啊 真實的 沒關係啦 第二一點 來 心愛的寵物鳥飛走了 發怒烏賴是我放生的 後來 因為牠養了一隻鳥 然後那隻鳥常常會躲我 憤怒 怎麼真人真是頒唱一幕 憤怒鳥會攻擊牠 牠養了一隻鳥 然後那一隻鳥會閃 然後有一次牠要去南部拍戲 牠就跟我說老婆 幫我餵鳥 我就說好 對 結果我就餵鳥 那鳥就要來咬我 我就一緊張我就忘了關門了 然後牠回來之後 牠一看到鳥不見了 牠就生氣 我就覺得你去南部拍戲一個半月 回來看到老婆應該是要先擁抱 對 對不對 連老婆溫純 多久沒看到你了 牠就翻臉了 牠說妳放走我的鳥 我說不是我放 妳當時抓著牠 不是 飛走了 已經飛走了 已經飛走了 門沒有關 然後牠就 就這樣飛走 已經抓住了 對 飛走了 我說我沒有放 牠說就是你放的 然後牠就幾天不跟我講話 然後隔了一陣子 牠又再去買了一隻鳥回來 然後要去拍戲 前 這隻 這隻也太衰了吧 又被抓回去賣 沒有 今天牠是 又被抓回去賣 然後一個禮拜後要再去拍戲 牠就也沒跟我打招呼 就很氣的拿著鳥籠說 我會把牠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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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丟給你啊 怕你會放走啊 然後就很大聲 我就覺得你怎麼會回來一個禮拜 完全眼裡面沒有老婆 就只有鳥 妳今天遇到我任何事情 我也已經解決太多事情了 好 你說說看 你一定有很好的辦法 我幫妳借一套芝麻街的那種 鳥… 鳥裝 妳穿好 牠一回來 大鳥姐姐 我就覺得為了一隻鳥 然後你這樣對老婆生氣發怒 然後不講話 其實因為講一隻鳥 可能大家感受不到 那個 因為你只是量化牠而已 其實那隻鳥是從小 不只是一隻鳥 對 牠從小我這樣子餵牠 餵大 然後就是 後來出去外面我可以放著 真的假的 然後有時候有一次牠飛出去 飛到我們鄰居的屋頂 對 然後我就會一直 吹口哨 牠就叫出來了 牠就叫出來了 對… 對 牠就叫出來了 是啦 對 我們聽得懂 你剛對著我吹我這樣 滲出來兩滴 太放鬆了啦 然後呢 然後 吹口哨 然後他居然你知道嗎 居然飛回來我肩上 真的喔 所以其實跟我是很有感情的 然後呢 突然間就主持康熙來了 對… 沒有啦 這是 對 他也是黑色的 大家好 我是康友 黑色的那個八哥 所以 然後因為牠很愛乾淨 平常在家裡面牠就會唸說 所以事實上牠是不喜歡那隻鳥的 對 所以你這個懷疑是合理的 你可能把牠放走啦 但憲哥做老公的 也不能因為這件事情 就對老婆發誓 沒有…你不要扭曲了我的鳥 跟我的感情 會那麼生氣跟難過是因為 你知道我們養了牠之後 牠放出去牠沒有謀生能力 對… 牠搞不好活不了了 牠是家禽喔 找不到工作啦 對 不是啦 就… 牠… 因為在都市裡面牠找不到東西吃了 牠去樹上找蟲吃啊什麼 你不要煩惱 牠是沒腳沒手 你放到這裡要怎麼樣 可是有時候下雨天或是 牠防水的啦 妳是個好人 真的是好人 對啊 我淋雨 我沒東西吃牠都沒餵過我 牠一直 妳要我弄個籠子給妳住嗎 小一些木頭給牠站 第三一點 沒拍到兒子比賽 暴怒砸爛攝影機 兒子比賽跳舞是不是 我們婚後 第一次她對我做這種事情 小放攝影機啊 沈玉琳曝光度超高 這成為夫妻失和的主因 過年的時候 要到我們家 我們來鄉談勝歡 後來打開電視 你會跟一個模特兒 才會有點親近 碰到一點點喔 我說不行 因為她一直在那邊唸 妳說妳這樣很開心是不是 然後我越講越火大 我說 你講這個什麼意思嘛 所以 然後雅就明了嘛 然後詹老師還說 雅雅不要哭… 我們不要看這個題目 幫妳轉台 死人了 又是我 要是 傳到後來海排都知性對你 對 沒拍到兒子比賽 沒拍到兒子比賽 暴怒砸爛攝影機 這是我們… 我們婚後第一次她對我做這種事情 討笑摔攝影機啊 對 因為我當初嫁她 就是因為她脾氣非常好 對 結婚前追我的時候只要我說1 1… 她就是1 對… 交往的時候從來沒有拍過脾氣 從來 天啊 然後我就在想說 所以她那時候砸攝影機的時候 我整個嚇到了 她是兒子要幹嘛 因為兒子小學二年級 學校有大對接力 她平常拍小孩都是我拍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結婚又比較辛苦 又專程去買了一個 那時候還是V8嘛 對 我就跟她花了三萬多買個V8 然後每次都我拍 所以兒子運動會 她就說她要幫她拍 然後跑完之後 要準備要看的時候 天啊 超尷尬的 你知道 可是你是對媽媽而言 對兒子而言 你怎麼會沒按到錄影 不能重來 對 那個重要時刻 人生就不能重來的 對 等三年級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妳怎麼會沒拍到呢 然後我可能就唸了幾句 然後我媽媽就是岳母嘛 岳母也會想說 鍾萍怎麼會沒按到呢 媽媽也唸 不小心唸了一下 全部人唸 對 然後回到家兒子就說 爸爸你怎麼會沒有拍到 又唸 在家財天火 家財天火 因為她從來 因為她這件事之前 沒有對我腫過臉 大聲過 她就把DV拿起來 就往地上一摔 她說我就是沒拍到 然後我就想說 有需要到這樣嗎 早知道那個時候就離掉就好了 很害怕 小孩才小二耶 請不要只用妳的觀點 來敘述這件事情 聽聽看 我們用妳的另外的觀點 因為她的觀點嘛 因為…對我 因為兒子也是我的嘛 所以兒子要去 不一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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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還在查啦 就是來講 我把你這樣等報告出來 最近有幾組家庭要去驗你 我看一組團驗 對 7、7、5折 後再發急 其實我就想說 因為她跑50公尺的比賽 我就想好了 我還前一天 我先去他們的操場看 然後那個 然後我就想說 你去場刊喔 對 我就是要跑到他們的 終點線那個地方 然後我把那個鏡頭一開始 ROOM IN ROOM IN 就是她在那邊準備要跑的 那個緊張的那個 對…很緊張 然後銘槍 啪啪的時候 她開始跑的時候拉開 看到跟很多小孩子在競爭有沒有 競爭… 跑到終點線的時候 她衝到那條線 然後再拉近 到那條線這樣子 就是 沒有規劃啦 拉近來她的 Focus在她身上 差不多那個八方身 她贏過所有的參賽者 然後衝線第一個到達 然後左床 這個應該不能記錄吧 那天都照著我的安排這樣子拍 結果妳什麼問題 她有一個那個 錄的鍵我沒有按到 最重要是那個鍵啊 講那麼多啊 沒按到啊 我們那個鍵講那麼多 我沒有聽過 老師都想敬畏啦 那是你的問題 那時候 我知道 這是你的問題嘛 那一天其實我一直 大家都念… 其實我一直自走 然後就是 就是又講了一次說 你為什麼沒有錄到 然後我再過去看 我們現在養了那隻狗 用那種很不屑的眼神 也看著我 你是不是拿那個是爆點 他只是看你而已 他看著我 可是我看到他的OS就說 你為什麼沒錄 你知道那個整個氣就 整個氣就起來了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V8 剛好拿在我手上 好厲害 然後我就 因為你沒辦法堵住他們的水 我就說 你們想怎麼樣嘛 好可怕 他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可怕 很可怕 應該沒看過他這樣對不對 內建揚聲器耶 對 超大聲的 那是什麼 那個叫火山 Tup in Volcano you know Volcano它慢慢累積 Oh my God 我哭了 就是那種 爆發耶 就那種感覺 對 它聲線就是這個樣子 沒辦法 好好先生 這個跟那個拿著什麼關係 其實我自己也嚇到了 又變回來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 你把我發文 想到說這個三萬多塊 對 我在想說… 糟糕 剛才不應該那麼大力 現在不知道拚不拚的回來 我也好想摔東西 但是不敢 對 萬一東西摔到孩子怎麼辦 所以我都直接摔孩子 好 你裝好的東西 我本來無關更立體的 我本來不是像外國人的 撞到好不好 OK…他這個我可以接受 來…玉琳… 可怕… 臉是他的聖地 碰到就翻臉 他有一次那個網路節目 邀請我去我很高興 但是為了製造收那個點閱率 總是會有點衝動 結束的時候會有個蛋糕 在那邊出現 我就沒有經過他同意 就抹了一下 給他抹這邊過去 奶油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他就突然間整個 由笑轉憤怒你知道嗎 讓你去啦 這樣子 是他生日有 不就是開幕第一期嘛 節目開播 歡慶… 就把我整個臉弄得多蛋糕 各位 你看準不準 我現在還不知道那個節目怎麼樣 只要是送蛋糕 切蛋糕… 還沒有一次例外 那個節目是不是停了 那個節目 就是弄完那個蛋糕以後 後來他們就說先休息一陣子 沒有啦 不要亂講啦 沒有啦 那個本來 誰會唱衰自己的節目啊 那個本來就是一次性的直播 就給我一大筆錢 然後就一次性的直播宣傳 為什麼碰他唱褲子 我臉 我也是面相學達人啊 對啊… 你下個活動上去 這麼多網路的朋友在看 也不要扭曲我的蛋糕 就是說因為我們盛莊出席 然後後面還有工作 你如果有這個突發之舉 你先告訴我 我就告訴你說 今天可能不是很方便 他磨我奶油 我剛才怕到嘛 我們就脫子會怎樣 對 我就很反規 他其實那個蛋糕 他大概挖了其中的 百分之一一坨的奶油啦 我就本能反應 我就整個啊 是 夢幻 就下去了 直接灌籃就對了 對 還有一點 我從小到大 我不喜歡身上有一些油膩 跟我一樣 所以我老婆常抱怨說 你都不幫忙洗碗 我可以幫忙修電燈 我也可以插窗戶 但是我為什麼不去洗碗 就是我不喜歡沾染到那些 油膩膩的東西 就是一個怪癖這樣子 對 就是一個怪癖 難怪那一天到他家 然後有一個年輕人在洗碗 對 但是笑容很詭異 憲哥別講喔 什麼啊 來 方圓一公尺不能有女性 一靠近就抓狂 為什麼一公尺 過年的時候到我們家 本來香檀聖歡都很開心 後來打開電視 都是玉琳哥的節目 後來其中他很開心 後來看到那一幕 玉琳哥跟一個模特兒 稍微有點親近碰到一點點 不行了 這樣不行 生氣啊 從那時候整個家裡面有沒有 冷氣都變熱了 整個冰塊都融化了 整個場面都很… 好像隨時要爆炸了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在那個棚內的節目 就叫做什麼大風吹 男生女生就會停下 就一人抱一個 一吹哨子 吹完之後 攝影機堆到玉琳哥 有個名模就抱了玉琳哥 玉琳哥看到攝影機 他想要 請放尊重一點 請放尊重一點 他想要跟最後 我沒抱到致敬結束 後來一看你知道嗎 是吸小瓜 這什麼樣 愛沈玉桶男脾系火包 吹哨子 吹哨子 練團音樂出狀況 一元不隔 閘燈暴軸 練團是越練越差 所以大家就情緒越來越滿 那一天我就說 先不要練 先講清楚 王瞳說什麼好講的 然後他就把iPad就往地上一閘 然後這時候我就 把一直弩速燈往地上一閘 你們這一團是 Having Metal嘛 沒有啦 講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找媽媽妹的事情做 綠燈哥抱著玉琳哥 玉琳哥靠攝影機 他想要 請放尊重一點 沒有啦 請放尊重一點 他想要乾脆 我沒抱到致敬結束 後來一看你知道嗎 是吸小瓜 是神經病耶 但他這個情況是真的有 不要說吸小瓜不行啦 有一次在你另外那個節目 那個阿春有沒有 對 我跟阿春在那邊玩吸扶克牌 吸得很開心 然後我還把她的頭髮扯下來 是不是現場都覺得很好笑 對不對 很歡樂 然後播出的時候 我也沒有特別說要迴避這樣 因為一般我如果預知 今天播出的節目有一點怪怪的 我就會帶老婆去逛飾營夜市這樣 好 所以那天我還… 叫她說陪我一起看大輪門 還經過電器部 總共一百多部都太多 從此把它撥出來 然後那天就是在那邊看 然後我跟阿春在那邊吸扶克牌 然後扯她頭髮 然後我在那邊 我正準備跟我老婆講說 你看我很好笑吧 頭一轉過來 臉很臭 面罩寒霜 然後那個女兒抱在手上 那一句經典台詞又出現了 站起來 瞪著我 就抱走了 就抱走了 詹老師講那個事件 他們家真衰 那天我記得是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 我跟乃哥主持一個 大年初二的特別節目 所以先是我在跟人家那個 傳那個乒乓球 乒乓球 所以… 所以我老婆在那邊瞪我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火大 因為在人家家裡面 因為還有其他賓客 潘若迪 Paul等 你這樣子讓我面子掛不住 因為他一直在那邊唸說 你這樣很開心是不是 我說就是工作 你賺錢來邊開心 不…你憑我不要這麼講 然後我越講越火大你知道嗎 到處七屁面 你講這個什麼意思嘛 所以男人在外面 你被這樣挑戰一定翻臉嘛 你一直在那邊講 一直在那邊唸唸唸 而且大家都在 然後他開始說你大聲是什麼 我說我這樣有大聲嗎 我這樣有大聲 有一點 喂… 聽不太到耶 然後雅雅就哭了嘛 女生哭大家就心軟嘛 然後張老師來說 雅雅不要哭… 我們不要看這個節目 他們這個節目不好看… 轉台… 狗一轉台 死人了 怎麼了… 為了賺錢 我再跟人家傳海苔 你越傳越保安 海苔還濕濕的喔 傳到後來海苔都濕進嘴裡面去了 沒辦法 被看到了 當然就是他真的要改變啦 對 只要有女生失身於他必發表 對 失信 你們剛好把第二條併進來練啊 是怎麼樣… 玉琳哥他是3C打人 他對這種3C產品非常在意 譬如說他的手機的充電器 有一點點瑕疵 他就馬上要換新的充電器 然後雅雅就…他跟雅雅溝通嘛 雅雅說 雅雅說這個詹老師你看這個一點點 還好好的嘛 這好好的幹嘛要換呢 他怎麼說 我說要換就是要換 我賺錢這麼辛苦 換這個有什麼不對嗎 你答應我今天要換什麼 還沒有…還沒有網購 這跟施性於他什麼 他答應他今天要買 他也沒有買 他一天沒有換好 他整個是不對勁的 因為我已經跟他講三天了 就是手機力的 沒有 有無所謂 其實他講的這個 違言大意是這樣 當然不是為了一個手機 我就是說 我剛剛跟我老婆講說 講好的是什麼 對 講好的事情 就像說我們答應人家6點要到 你就不要6點半 你如果6點你5分 我都已經會不高興了 更何況拖到6點半 因為你要累積人家對你的信任 要花100次 但你只要一次 你只要一次 一次就毀掉你前面所有累積的口碑 有一次詹老師約我說 明天要某個餐廳 因為以前大多數都是我在決定餐廳的 也不能都是我吃我想吃的 詹老師給你決定一次 可是我跟詹老師特別交代 那麼久了 你應該知道我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你盡量約 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你能接受我也能接受 結果那天跟我約在那個 就賣緊餐的那一種 好 我一坐下來 開始有不想要預感 然後我看那個菜單 我跟我夭壽的 就披薩 義大利麵什麼的 那些就是所有食物當中 就是我 我才 那一間最近才Remodel 你聽我講我肚子餓 我肚子餓我寧可 我寧可吃 我都不… 對 要嘛吃好一點 要嘛不要吃 然後詹老師還在那邊 咻咻咻咻 怎麼樣這件不錯吧 我想說我們 我們朋友二十年了 你怎麼會對我這麼 這麼不了解 然後詹老師還在那邊說 因為我這麼看菜單嘛 看到在那邊皺眉頭 詹老師說怎麼樣 你怎麼不趕快點 這裡面每樣都很好吃 詹老師我跟你講真的 我跟你講那時候老闆娘還在旁邊 我騎到 騎到這麼失禮的話都講出來 詹老師 我跟你講一句真心的 人世間 地球上 老闆看 人家老闆在旁邊 菜沒有問題 他喜好 他不喜歡吃 自己不喜歡 對啦 但是你 我氣得說你應該瞭解我 我們就不喜歡吃義大利麵 我也不喜歡吃披薩 我也不喜歡吃什麼南瓜濃湯什麼 我也不很難去喬答什麼 那些我都不喜歡 真是的 來…看一下愛神 肚子一二 全世界都要禮讓他 真的嗎 豪傑 他以前那個毛真的是很龜毛 毛很多 非常多 我們那時候我記得我也在拍戲 然後童童也在拍戲 我記得那一次 好像我們那時候 在民視的大樓下面好不容易 剛好今天有空要開個很重要的會 然後他剛好就他的時間到了 王童覺得說我們好不容易 幾個團員約在一起 要開個很重要的會對不對 你吃飯 吃飯可以等一下嗎 因為我們時間好不容易湊出來 可是他就好像我記得 他那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王童在刁難他 後來他好像就是把那個 他的背包摔下去說 他的意思說都兩年了 你們應該要體諒我吃時間 我其實很容易餓 然後我想吃的東西 跟我要吃的東西 那天如果我真的沒吃到的話 我基本上是爸爸媽媽來 也沒有什麼用 真的喔 真的… 六情不認 對 真的… 所以他們其實跟我一起組團 都知道 所以我只要去吃飯時間 很奇怪的時間 他們都會讓我去… 但是那天大家都拍戲 很難得喬到一個時間 然後早上我就跟王童說 等等那個兩點半我要吃飯這樣 然後但是他說大家要開會喔 你怎麼會吃兩點半的呢 因為他一天有好幾餐要吃 你少量多餐了 不是 是多量多餐 就是要吃 他便當是三人份的那種大便當 多量多餐 運動量大 量比較多 量非常大 比較多 然後我沒有吃飽喔 對 我就真的好像找不到 路回家的孩子耶 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有 你那個可能就血糖低 是一種強迫症還是怎麼樣 對 對 然後那天我就跟王童說 我一定要 那個時間去吃飯 然後我就跟他們 開胃開來 但我就跟王童兩個人下去找吃的 吃… 在大馬路找 但是兩點半你知道嗎 很多餐廳是多餐 沒有… 這家也休息 這家也休息 剛好大家都休息 你又不願意隨便將就 對 然後他說 後面有一個麵店好不好 然後我還不肯 然後王童就說 你每一次都是吃飯連累大家 就是把事情給搞掌 一人累 全部能跟你一起累 對 他都這樣講 然後我那天就很生氣 就把包包往地上丟 都兩年了 為什麼你們都 丟了 都不丟了 那個兩年啊 真的 好不好意思 丟了 然後王童就很冷的說 把車鑰匙交出來 然後他就開車走了 然後大家都愣在那個大馬路上面 因為這樣 奇怪 這個可能是一種狀態 所以你這個要改一下 練團音樂粗狀況 一言不合 閘燈暴軸 我們那時候以為 我們那時候以為說那一次的 這個不能怪他 那一次摔 為什麼不能怪他 小姐 我跟你講 只有這一件不能怪他 一定要閘燈 閘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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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衛冕者寶座喔 還不擺 是不是這樣 沒有…其實我本來以為 那一次那個摔包包已經是最嚴重 沒想到那一次更嚴重 而且那一次我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鼓手嘛 那時候我在樂團是鼓手 所以我站得比較後面 其實在看他們在那邊 暴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八點檔 因為其實我相信就童妹 童童跟那個艾成應該有一些 有本來他們情緒 然後後來練團練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是有一些意見不合 我記得是意見不合吧 不是 因為我們運氣挺好 本來快解散了 因為我們也玩不出什麼出路 但是運氣挺好就是 遇到了司徒松 是個爛團啦 對 北京的 就遇到了司徒松 就是新樂團的製作人 就這麼簽了我們 然後專輯還跑到紐約去做 然後我還去北京錄音 就是大家 但是我們的水準跟他差太遠 越練越爛 然後大家又沒有時間 越練越爛 然後去北京錄影就不需要 去北投錄都可以 北車啦 為了一個北京錄影 山豬還放獎消息 有助理的跟牠們大姓 跟我們一邊都要視訊 山豬就說那個Vivian呢 我旁邊只有山豬 他說旁邊還有什麼Vivian 那我自己都講一遍啦 然後只要出外景 我女朋友就超不放心 他就掛掉病房之後 下次不要講那種玩笑 沒人耶 然後就正中委屈 你要解釋的是你女朋友 不是告訴她不要 然後一次 兩次 到最後放羊的孩子嘛 對不對 人來了嘛 怎麼樣 某某你也會偷吃嘛 反而她不懷疑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了 然後去北京錄影就不需要 去北投錄就可以 北車 為了一個北京錄影 等了好幾年的時間 然後練團就越練越差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就情緒越來越滿 比如說講到王瞳彈琴不好 他們又不好意思 或者是王瞳講他鼓打得不好 所以大家都藏在心裡 所以Keyboard手是王瞳 對… 你是鼓手 我是鼓手 他是主唱 你是主唱 對 這個手 好可怕喔 他比賽出來了 還有人願意牽你們 你們是遇見的地上王鋪上 而且王瞳是入訪第一天 才知道抖的米包收在哪裡 對啊 我們很認真啊 後來… 後來那天我就說 先不要練 先講清楚 講什麼清楚 因為大家內心好像都有一些疙瘩 但練得都很沒意義 然後就越談越差 然後王瞳說什麼好講的 我們就沒有事情 然後他就把iPad就往地上一砸 然後這時候我就 想要砸吉他 但是吉他太貴 不好意思 我就把一支魯素燈壞掉的 往地上一砸 比較有張力 對 比較有張力 對 然後貝斯手就拉著我 他就說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冷靜的在那邊看著 然後我們經紀人也沒有辦法 整個人去往那個鐵門去撞 當天是不是在彩排 你們在練團 在練團 練團而已 練星哥 你們這一團是Heavy Metal嗎 沒有啦 Ross啦 幹嘛啦 為什麼 你為什麼 好了… 你為什麼要找那麼累的事情做 而且你知不知道 腿短胖胖胖跳 很丟臉 神經病 來…對音樂太堅持 連和音老師都敢嗆 沒有啦 這是不小心 不小心 尤其是在我們之前 兩個主唱還有一個王建復 然後我們兩個主唱 現在沒了 那時候所以我就主唱他和音 或者他主唱我和音 對 但是在華視那邊錄影的時候 就有和音老師嗎 然後就他們一和的時候 太多和音了 我就馬上說 停下來 不要和了… 老師你不要和 不要和…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說實在 我們每個人都三條線 因為我們都覺得是老師嘛 因為比較客氣說和音老師 不好意思 我們的歌可能不需要 那個和音老師真的整個突然間 他就很吓了一跳 他就好啊 人家那麼資深 因為愛成是很嫌棄的 不要和了 不要和了 就是你知道嗎 老師 對 團長在那邊 看身面也要看佛面 對… 而且最後過了很多年 老師每一次我去表演 他都過來問我說 你今天要和音 一次在噎你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後來有跟愛成講 因為他常常不只是這樣 得罪老師 他有時候PA那個大哥 我們都會很光光靜靜的嘛 PA大哥怎麼樣 他也是 對啊 這樣算皮氣不好 對啊 你拿好好的 沒有 我們是馬來西亞人 比較直接 真的… 我們所有都是達到那個目的 那個過程的時候比較不注重 所以這樣子得罪人 來…我們來看香蕉 玩女友 不是 開女友 開女友玩笑啦 不是玩女友 就會氣到動手動腳 比如說我們有女朋友 都會互相開玩笑 但是她開我玩笑就可以 可是我開她玩笑就不行 有時候那種 就是女朋友打電話過來 會說是不是那個台中那個 對啊 她就掛掉電話之後 你下次不要講這種玩笑 然後就 然後就揍我一拳 而且她以前是B-boy 所以她那個力道其實滿大的 鬥力拳 她拳應該陷在肚子裡面吧 沒有 她打手臂 然後手臂你就會遇親很多天 這是講一個什麼玩笑而已 怎麼會開不起玩笑呢 我跟我女朋友在視訊 山豬在旁邊 只要山豬在我旁邊 我女朋友就不放心 山豬就說那個Vivienne呢 Vivienne不顧一下 我跟我女朋友說 我旁邊只有山豬 她說旁邊還有什麼Vivienne 是雲林的那個 A到Z都講一遍啦 我只要出外景 我女朋友就超不放心 沒有Ashley啊 沒有Ashley啦 娜娜 對 Vivienne什麼娜娜 她就一直講… 不會 這有什麼好生氣 像比如說憲哥就會問她說 女朋友漂亮不漂亮 我說我就會 我可能就會說就是 她女朋友真的滿漂亮的 連我都有興趣 她一直跟我說那個 我女朋友是她的菜 從我前女友就開始囉 她就說如果我不在的話 她會幫我照顧 怎麼可能是妳的菜 你們是水果類的 有沒有可能 就是開這種玩笑 然後就是 就是就是咬水果的啊 就是開這種玩笑 比如說就是要讓她打蛋 辣椒… 吃橘子 開這種玩笑嗎 然後讓她有點稍微暴露 她說不要…講這個啦 就是這種 真的啊 她大概知道我們不是認真的 沒有 她的問題就是認真的 很在乎這一段感情 因為不容易啦 對 而且她就很適合 她都會一直開女生黃腔這樣 沒有啦 什麼意思 她連你的女朋友也開黃腔啊 她就是說她喜歡我女朋友 如果她一直問我說分了沒 如果分的話我想要 好 想要用一下 你不能這樣在節目上面亂講 就是這樣我才生氣 不然我不會生氣 別人我都不會生氣 就她我 這樣還滿值得生氣的啊 對啊 我關她一拳算還好而已 吃別人女朋友豆腐耶 但其實我用意只是想要讓她 就是有一種好像在玩 如果現在打來的她還是會說 香蕉那個等一下要不要去 過癮一下 去爽一下 她會講這種話 故意燦那裡鬧得多 你知道 我說你要解釋的是 你女朋友不是告訴她不要 那個人生氣病 他們一次 兩次 到最後放羊的孩子嘛 對不對 人來了嘛 怎麼樣 偶爾尼 偶爾尼也會偷吃嘛 反而她不懷疑 沒有啦 像她沒有偷吃 她都教女朋友很珍惜… 她就是講得跟真的一樣 而且我女朋友會說 山豬會這樣一直講一定有原因 香蕉不用擔心 我們藝能界很多醜男 是娶老婆都好漂亮 這樣我娶的一定是不漂亮的 你們怎麼往前看就來了 我怎麼沒有說 誰要怎麼看 沒有… 我們視線我們是誰 來…工作固執極限 腳本更改就暴怒 生豬兒 來…工作固執極限 腳本更改就暴怒 就是其實香蕉她是一個 很容易急躁的人 然後有時候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就是討論劇本的狀態下 我們會有個子己見的狀態 這是在我們要上台的前十分鐘 她提出意見 說要改了 因為我們之前在彩排的時候 我們在製作人面前 直接演給製作人看 照我的方式演 山豬也是邊吃著頂呱呱 然後邊演 然後演… 製作人也笑囉 我想好 那就用這一個方式 腳本全部打好了 我們要上台的時候 零上台前 對 她說掙錢換醬 這是最大的忌諱 梗全部換掉 都說不好笑 她說你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我說那你前三天跟我彩排的時候 你還…製作人笑 你也是笑得很開心 我們上台前才要改掉 而且我金魚腦我記不住 她也記不住 幹嘛改 對 她記不住 可是那個不是零上台才改 就是我在當下 比如說我們前三天 就已經去寫劇本了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這邊很奇怪 然後過了 我還是到了現場再製一次 再製的時候我們就覺得 這邊還是很奇怪 我還是再一次提出之意 我不是當天 當天才說我這邊 就在這邊怪 前面已經有質疑過了 對… 當天再重複再講一次 然後直接看完這段影片 小朋友吵架 來… 上次那個…韋伏子也是 韋伏子也站得很對 你知道 沒有… 你跟那個坐可以了 那個不對 這個女生她是一個石頭身 你想得很厲害 聽啦 你一開始過了 就要拿你的瀏覽率來看 沒有 因為這訓練 我每次我只要說 我跟電視大家過 我就說很難聽話好棒棒 那我就說 我演過什麼話給你 不是這個意思啦 你幫他聽我 你幫他聽我的話 你幫他聽我的話 然後有可能就拿那個瀏覽率 你又要講一樣 你又要講一樣的事情 我不想跟你講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 超優質 那你後來 韋哥來壓我 你又要講誰 我每次講東 你就講西 沒有 我們講 你不講對不對 你不要講話對不對 一起爛吧 你不要工作 好啦 就等於講這個好不好 好… 超級優質 不要拆火喔 這個是誤會 因為我常常跟他吵架 然後這一面是因為他都會一直激怒我 明明沒什麼的事情 他在旁邊我跟他講道理 他都會跟我講道理 我都會聽 你們這還OK啦 沒有摔iPad摔燈就OK 什麼保證保證 不用氣成這樣 你也沒有把他的鳥給放走啊 對不對 沒有… 沒啦 鳥是自己飛走的啦 沒有炸蛋糕 還好 他們這個事情還沒有那麼重大 比較小朋友 而且事情很琐碎 琐碎 你聽那麼久也聽不懂 他們還講什麼 那這樣放最後一拍會不會被剪掉 會 有可能 謝謝我們今天三組來進行 來 我們現在大家一起來投票好不好 好 到底哪一組哪一位四位當中 哪一位真正是壓抑最大 王中平眾望所歸 當選了最壓抑的好好先生 腳底按摩能夠讓他 把壓力徹底施放嗎 而且衛免太爽了吧 還有植舞春秋耶 對 來…輕輕的 開箱很舒服 四手連彈耶 人生 多爽讓你紓壓啦 一邊按一邊唱自己的照片 翔翔 唱 夢 為你啊 為你啊 翔翔裡的內容 我剛剛講一下 你來笑笑 一千塊 再加三成的力量 喜相籃 很Man喔 聽魂紗 平常很忍耐 前不結果 就不光 來喔 準備吹了庭 出來 吹了庭 好遙滾喔 雙眼皮都跑出來了 雙眼皮都跑出來了 好遙滾喔 雙眼皮都跑出來了 好遙滾喔 好了… 好了… 好了 明天同學繼續回到我們 小明星大跟班 好痛喔 雙眼皮不要這麼慢 雙眼皮氣也不要這麼慢 妳老公再多眼淚了